近日广东旅游学校被爆出有两名女生被同宿舍的女生殴打甚至撕衣服拍裸照 真有这么恶劣的事吗?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本月17号中午,广东旅游学校13级的学生小静、小林和小琪三个人回到宿舍时发现卫生间脏了 小琪忍不住说了句脏话,被当时睡在床上的谭某听到 据称当天晚上11点半,谭某带了另外两名女生到宿舍对三个人进行威胁 小琪扶软后被放走,不肯承认骂人的小静和小林就被虐打 我们只是抱怨了一刻,我们说我们不搞卫生,厕所这么邋遢 问我们道不道歉 然后呢? 然后,那天我们出去扬台,叫我们跪低,认错扮狗叫 有一个肯认,我们两个不肯认 在投河派出所,我们见到小静宿舍的另一名室友 他表示本来室友的关系都不错 但是前几天调换了谭某等两人之后,情况开始出现了变化 感觉很难相处 就是又不出声 他在身边进来轮入 就开始打了 据了解,他某等四名打人私衣服的女生已经向校方承认行为 并写下了事件经过 学校也已经锁定拍照片的学生 严重的话,肯定是这个,以这个公安机关为准 然后我们相应的做一些处罚 比如说他,这边就是说,假如要判一些什么判刑啊之类的 或者少管锁啊之类的,那我们肯定是以开除 但是先心想专门 两人 感谢观看